9月23日,嘉影会G2015嘉世年华战略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。 当天,嘉世年华总裁娄晓东以及导演程晓东、金吉德携手亮相。 现场,金吉德与程晓东出一文一五身份唱谈中国电影前景, 还分别获得了新成立的嘉影会影视基金的艺术总监及创意总监。 首要后的金吉德优文出之,称自己多年来也从一众中国导演身上学到了很多, 并了解了有关中国的人和事。 而在谈到想要合作中国演员时,金吉德也透露了自己的期待。 俗话说文物双全,这有了文的阐述也少不了五的讲解。 这不,在活动现场上任后的程晓东便以五为核心, 首先讲解了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发展。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制作,一般都是很快的,都是快餐吃的, 可能是一部电影的,从没拍到拍完没几,可能就几个月已经把它做完。 但是在外国呢,他们不会,他们会有很多个层次, 比如说一开始,他们要先做一个前级的工作, 那个前级可能要需要半年时间,或者是需要一年时间。 如果它是好的机会,好的打制作, 随时可能它要三五年才把它,才开始才把它拍出来。 那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去多点去学习。 其实现在我们的中国电影已经是往它那个方面去学。 就是说每一部电影,我们的前级筹费必须要足够, 然后我们才去拍。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